道 自然也 生天地万物 中华文化远远流长 博大精神 激奠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道教文化 探寻人与人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 寻求幸福的真谛 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二十公里处龙虎山 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 一千九百多年前 道教正一派始祖张道林 曾在此炼丹 丹成而龙虎县 此后在龙虎山承袭六十四代 成为南章北孔两大世家之一 远远流长的道教文化 独具特色的碧水单山和历史悠久的崖木群松 形成了龙虎山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因此龙虎山被选入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地质公园 国家自然文化双遗产地 国家五A级风景区 神灵归秀的自然景观 与千年道家智慧的融合 使这里呈现出一派仙气 所以龙虎山位居道教名山之首 被誉为道教第一先进 融合中华民族 敬天法祖的核心信仰 对以天地为代表的自然之神力 充满敬畏 对以祖先为代表的人类之文明 充满敬仰 更使这里成为了祭奠祖圣先贤 传承中华文化的圣地 龙虎山下 大上轻功坐北向南 尽显帝王之气 而天师林坐南向北 庐西河行如玉带 宛若一位腰缠玉带的宰府朝见君王 圣玉先成之境 豁然显现 天师林与大上轻功相辅相成 宛如一体 集天时地利于一处 浑然天成 与张成林古墓参天 浓阴散绿犹如仙都 历代天师林纵观全局 坐南向北 为取才之学 背为薄姬山 犹如太师倚靠背 稳如太山 左为琵琶峰 山势自东向西 宛如东方上山龙 霸气十足 大有飞龙在天之势 且龙爬下 且龙爪下龙珠指向东方 尽那东方庐西河水气 又为圣井山 为下山虎 虎虎生威 龙高虎平 尽显尽显 静显冲河之气 自然天成 乃天赐福地 有百年之旺气 得此地气者 必然家族兴旺 福运相传 非富其贵 2015年9月19日 龙虎山天诗林项目 动土奠基 是道教近2000年 首见天诗林的盛世 项目占地面积1092亩 总投资人民币10亿元 以造福中华民族为使命 以弘扬和传承道教文化为宗旨 按功能布局分为 以道教文化 孝道传承 祖先祭祀为主的 圣域仙城 以传颂历代天师史记 与功德的天师神殿为主的 神道长廊 以宗族家谱 姓氏寻根为主的 家谱博物馆 和百家姓氏寻根纪念馆 以及以健康养生 国学禅修为主的 国学讲堂 和以祭天祈福为主的 天坛等部分 通过独具匠心的规划设计 将龙虎山天师林打造成为 即文化发展 祭祀祭祖 祈福朝拜 养生修行 旅游休闲等多功能的道教文化 旅游综合体 并以此开发 互联网家 立体业务平台 厅堂祭祀 将家族血脉传承 家风传承和孝道传承 纳于一处 厅堂内 宗族家谱 一脉相承 制定家族制度规范 规范族人 人伦家风 有助于要祖阳门 弘阳祖德 有助于族门阴杰 险要顾礼 有助于宣扬孝道 知恩报德 护有家族子孙 世代平安昌盛 生生不息 以实现强宗顾足的作用 天地万物 聚从道生 今日世界 运行无将 气象万千 缅怀祖德 追思仙人 早已跳出时间 空间的限制 传统与科技的结合 让后世子孙 可以通过移动客户端 完成敬奉孝道 寄托哀思 祈求庇佑的善愿 百善孝为先 以敬天法祖 追根溯源 生命传承 孝道永存为核心的 龙虎山圣域先程项目 以托姓氏文化 祖谱文化 祭祀文化 以听堂祭祀 祖先神位为在体 重新唤醒 已于内心深处 那份圣中追缘的崇敬 祖宗先辈在祭祀中 得到孝敬和缅怀 子孙后代 在祭祀中 得到祝福和庇佑 亲情血脉在祭祀中团聚 文化夹锋在祭祀中传承 生命因传承而不衰 家族因传承而兴旺 文化因传承而久远